位於黃埔的這家科研機構 專注於腐蝕防護技術的研發 在展廳裡 負責人向記者展示了 各種防腐蝕塗料 別以為望來不起眼 其實他們發揮的作用 亦是舉足輕重的 例如全球最長的橋碎工程 港珠澳大橋 就是靠著這種塗料作為保護盾 如果是原材料 它應該是有三英寸厚 我們採用這個防腐蝕技術 把用缸的量減少了三分之二 同樣能達到一百二十年的壽命 通過技術積累 目前研究院研發的防腐蝕塗料 可以應用於交通、電子、 新能源等多個領域 科研成果有了 如何與龐大的產業需求精準對接 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為此廣州相關部門不為餘力 分類地來對接 例如這次假設是汽車領域 那它就把弱乾的汽車企業 找來 我們這些研發機構 到底有哪些技術 能夠迅速地用得上 覺得受益非常大 現在有幾項技術 就在往這個企業 已經在走 韓院長表示 研究院還瞄準未來應用場景 進行有針對性的超前技術研發 從源頭解決成果轉化這個問題 近年來 廣州推動一批高水平研究機構落戶 不斷增強創新平台 和廣州產業佈局的匹配度 促進科技成果 更好地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場 同樣位於黃埔的這家科研機構 專注於人工智能技術研發 近兩年來 已經累計孵化六家科技企業 年產值約五千萬元 一旦這個東西成熟之後 我們會考慮把它孵化成一個 我們自己對應行業的科技公司 然後再通過行業的合作夥伴 一起去做推廣 有報告顯示 2022年大灣區城市群中 廣州地區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轉化總合同超78億 佔大灣區總額約三分之二 排名第一